各位網友早晨,歡迎又到我們《望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12月14日,首先我們有社長雷汶汪 大家好 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紐西蘭的義德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和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讚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的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二台正向報三台晒冷氣那裡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懲疑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現在《望向正向》這個節目都要做一些沒什麼人聽 但是又希望有人聽的節目 現在香港特區政府危機處處 因為跟媒體的關係相信是非常惡劣 因為如果跟媒體關係好一點 就不會由焦被人插到晚了 是呀,由焦被人插到晚了 現在開始就越來越多的公司 講回自己在過去那一季裏面 究竟賺還是蝕 或者怎樣都好 就是看那個業績的問題 那之前有個補就業計劃呢 就是政府給錢那些大企業的嘛 就是香港 其實在澳洲、新西蘭都有類似的東西 嗯,沒錯 那在澳洲、新西蘭已經有些聲音就是說 喂,你們那些給大公司那些津貼 全部結果呢 就是用來擠高那些大公司的盈利 是,因為在今年這個19的情況下呢 政府就當然會出一些補貼的計劃 那是補就業的嘛,目的是 但是實際上呢,除了這些補就業的東西之外 其實有很多生意其實是遇上運作的 或者根本呢,19對它的影響 或者新官對這些企業的影響呢 相對來說是少的 但是他們照拿那些補貼 那最初出問題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這裏呢 我們就幫,就是我們公司呢 就幫一間超市做事的 嗯 那當時呢,我們這裏封城的時候呢 其實只有很少的生意呢 是可以繼續運作的 嗯 做超市是其中一樣的 那最初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那幫那間裏呢 其實就是 是一大堆那些小超市組織在一起的 就是所謂的合作社形式 那每一間,就是合作社當然 它頂頭會報稅啦 但是它下面那些 每一間超市呢 是各自自己報稅 和各自自己營運的 那就有些 超市的老闆呢 它就去申請那個補就業 那個津貼 那當時呢 其實就已經知道 奶奶的東西了 就是那個 就是我們在head office做事 那就知道 奶奶的喔 那就跟那些管理層說 你這樣不行的 一爆出來呢 對公司那個形象損害很大 因為其實 為什麼我們會知道這些東西呢 就是 因為每一條數呢 都要擺上去那個 就是head office那裡看過 才要再補上去稅局的 那看到那些數呢 就開始 咦?為什麼會有些人呢 就是這樣 就是有些owner 就是超市老闆 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說你有得做生意 還要拿那個津貼 那 結果呢 總公司呢 就出了一個命令 就是 哪個 這些商品拿了 補貼的 全部要吐回政府 還要公開說 就是說 我們旗下的超市呢 就全部都不做 就是不可以 拿這個補貼 這樣的 因為為什麼會知道會出事呢 就是因為 你那個媒體呢 是一定會抽這些東西出來說 現在香港呢 就沒有這些東西 暫時沒有 但是遲早呢 都是可以很肯定的說 就是一定會有的 就是這個補就業計劃 為什麼不是補就業的 一定會有些政客出來說 補就業 為什麼會變成是補上市公司 賺大錢呢 因為這些數可以計得到的 那麼 現在我們這裡呢 就開始把矛頭指向 中置機構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中國南方航空呢 其實就拿了我們這裡的補貼 國航也都拿了 就是那個補就業的補貼 拿了 那麼 大概應該拿了幾十萬 紐幣 那麼 現在的新聞報道呢 講這個南航的情況呢 就是 哇你拿了我們幾十萬哦 現在你們賺 這個南航你們賺 一億幾美金哦 就是這樣報的 那麼別人這樣報的時候呢 你對那個企業形象的損害呢 就很大的 它的現實就是 還有現在 不僅是針對中國 當然那些報道當然一開始 當然是說你中國公司的 那麼 它呢就很聰明的 因為這裡的報紙現在都知道 其實很多華人都會一看到這樣的東西 就會咀嚓那份報紙 那麼它講的時候呢 就是講這個南航 國航 和德國的漢沙航空 這三間東西呢 雖然一毫子 新西蘭稅都不交 但是 他們都拿了這個補就業的津貼 那麼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 舉個例子就是 就是 Adidas Gucci LV Benz Panasonic Samsung Sony 和 豐田 Toyota 那拿這個津貼呢 就拿了整四百四十萬 那麼多間公司加起來 那麼還有一間更加離譜呢 就是可口可樂公司 那麼就claim了七百一十萬 就是這些補就業的津貼 那麼 那 這裡那間可口可樂公司的母公司呢 就是澳洲的可口可樂 Amityu公司 那麼它 可口可樂Amityu呢 上半年的盈利 上半個財政年度的盈利 是一億一千七百幾萬 紐山銀子 那麼你拿了 就是你拿了七百幾萬 那麼跟著呢 那些錢呢 其實就當然去了母公司那裡 那麼現在當然很多人是不妥的 香港 可以預見的未來呢 都是會有這個問題的 你 不公開一些數據 哪些人拿了又不行 你公開了又不行 你公開了呢 就一定被人抓的 所以現在 有很多不滿的了一定 就是這些保就業那些 遲些一定會被人狂插的 現在新西蘭政府都插不到的 因為 其實現在 剛剛有個矛頭 開始做這一宗新聞 但是呢 它是用擠牙膏的方式去做的 為什麼要用擠牙膏的方式去做呢 因為 那些財報呢 是慢慢來的 究竟哪間公司賺大錢 又claim了這些補就業補貼 是基本上呢 就是不優做的 如果用一個媒體的角度呢 就是 它要咀嚇政府的話呢 現在就 咀嚇到你躺下可以 因為現在 我們這裡的數據的公開程度是怎樣呢 就是看到 有三十幾間大公司 基本上呢 今年是賺了三億八千幾萬鈕幣 還有息派給股東 但是 就claim了 加起來 又是claim了 就是幾 差不多幾億的補貼 是很嚴重的 就是 這些情況 一定會在香港出現的 其實香港那個氣氛是不正常的 那些公司賺這麼多錢 還拿這麼多補貼的話 其實本身都不適合的 那現在當然了 就是政府它當然出來說 它說 哎 我們會要求那些公司 嘔出來的啦 那但是 你給了人的東西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拿回來呢 除非你改法例呢 說拿了這些錢的人 要嘔出來 只要你公司一賺錢 你要嘔出來 那但是現在當然是 做不到啦 我們這裡 那你香港的情況 當然是都有人插啦 就是你補就業之前 我們都講過了 你國泰現在這麼嚴重的情況 保就業 跟著要裁員 已經有人出來插的了 那你說如果保就業 補貼拿了那些公司 跟著 跟著 財報的時候賺大錢 譬如 李先生 那些旗下的企業 又賺大錢 那怎麼辦呢 其實李先生 我覺得現在這個危機呢 就是李先生出來要 做一個帶頭作用 就是那些上市公司 如果拿了 補就業補貼 跟著又賺到 含含聲的話呢 其實就要 吐回那些補就業補貼出來 還要很高調的 哎呀我們拿了 是頂一陣的 那現在呢 我們可以把這些錢 還回政府了 應該是這樣 當然啦 不好意思 香港政府 現在都叫弱勢 他們未必肯的 呃 未必肯 其實就 可以 怎麼說 我們會看一下 哪些公司又賺大錢 又有拿了補就業補貼 跟著要數他們的 沒有辦法 你們這些企業這樣的話 就不適合 拿了香港納稅人的錢 是不是 跟著 之後你就又 又要賺大錢的 那當然有些公司 是會交香港的稅 有一部分 但是有些是外國企業來的 嗯 那他譬如 如果爆了出來 咦 Benz啊 那些又進行了 那拿了幾百萬 那跟著 之後 又賺大錢 那算怎樣 因為其實這些補貼呢 其實我們的補貼的作用呢 就是在 封城的時候 令到那些 做事的人 繼續有良出的 是啊 但是 那個要求 他有個要求的 就是要你那間公司 實際那個 營運的收入 是少了一大部分 才可以商量的 嗯 那他當然 是可以做到一條數出來的 比如航空公司 那他當然可以做到一條數出來的 但是基本上 那些人是炒了 到最後都是 就是 其實這些這樣的補貼呢 那些大公司收了 沒錯 他訂了一部份出來 但是到最後都是要炒人的 是沒有辦法的 補貼過了就炒了 是啊 但是現在當然 這次的情況就是 你看到一些大企業 就是趁機借這件事 去令到那間公司更加有競爭力的 那他就炒了一些人 你炒了人 是競爭力自然會提升的 是嗎 因為你減輕了你本身的成本 那可能到最後就是因為這樣 而導致 導致那個數 比之前更好了 有改善 那其實 照道理這樣應該是好的 就是如果你看到那條數 還是差的話 那你再繼續補貼 那不就更牙煙 是啊 所以現在香港它會有這個 香港這個問題是 政府要想一些方法去處理的了 要找一些大媽撒聊天的了 如果大媽撒不聊天的話 其實就 政府是要表個態了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不表態 又是會 正成為一次管治危機的 又是管治威信又會再掃地 因為現在已經掃地了 其實 就是有太多人搞政府 沒有一張報紙是撐政府的 一張都沒有 其實好像就是 網上哪一支報 是吧 只有我們 因為其實現在你這樣的情況 是要靠政府去處理現在眼前的問題 還有長遠的問題 都要靠政府去處理的 你現在把特區政府扔低了 或者扔低了林鄭月娥 其實沒有什麼人是真正得益的 沒有什麼人是真正得益的 只有一部分政棍是有好處的 還有一部分KOL那些有好處的 現在這個保就業計劃 就是香港這個問題就是 那些僱主 就是會有一些麻煩的事情 就是現在其實之前都有了 應該都有人吵了 就是大快樂那些 它應該那個 我記得我看到的東西就是 大快樂它都是有盈利的 那現在就有些人開始就 就留意那些 又有盈利又裸補就業計劃的公司出來 出來 拿來馬刹政府 補他們的利潤 政府 現在很多公司都是會 會越來越多 就是公佈出來的東西 就告訴大家 實際經濟就不是很差的 但是政府是要有一套說詞 就是我認為 最起碼就有一套說詞 如果不是的話 就被人插到飛起了 就是現在這套東西 就新西蘭在做著 澳洲都開始有些人 開始審視這件事情 就是究竟哪些公司 有拿補貼 接著又賺錢 看看賺多少 就是如果是 如果真的是賺少少的 那都叫做合理 但是如果是狂賺 賺莫金那些 那些公司 就有些人 就會被人拿出來批斗 是啊 賺多了很多那些 就會被人批斗 其實 沒錯 那這些補貼 始終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不過你是很難說的 因為當時是因為緊急 你突然間 你要這麼多人失業的話 那你唯有就 先來補貼 大家頂住先 那大家頂住 整個市 這個本身的原意 就非常之好的 那會不會有公司 但是你用這些漏洞去增強自己 那你又很難 很難怪的 有時候 實會的 其實做生意的人 實會這樣做的 好像我們這些 那些一元都不拿的人 實在是太少了 一拿不到 其實我也是 我都看過 其實有時候 那些規矩 就是你 變成那些規矩 一設定的時候 就選了某些人 是有好處 有些人是吃虧的 但是你都沒有辦法 只要不夠錢 小企業都很難拿 很麻煩的 我們有朋友開花店 他都說 嘩 這麼麻煩 就是 難拿 因為其實他就是 請他自己 還有一個公仔 其實他 熬過了算數 是啊 熬過了就算了 現在很多人都是 根本 就是你這些補就業的那些 就 除非完全做不到生意的人 小生意就可以拿 你能夠做生意的 根本是拿不到的 那個現實就是 那 但是你說那些人 說起來完全做不到生意的 又不是真正完全做不到生意的 嗯 那個現實就是這樣 那有些當然也會借一些議員去裁員 就是這些就是 大企業就 嗯 那沒有辦法的 這些是 就是 現在也都很難說 你補就業要長期補得住 但是當你有補就業補貼之後 又賺錢的話 那那些問題就會浮出來 現在開始 就是這裡就是 媒體就是用擠牙膏的方式去報道 還有最早撞的就是 南韓和國韓 最早撞 那香港那些黃色媒體都會這樣做的了 相信 它一定是撞中資機構先的 中資機構哪一家拿過這些補就業的補貼啊? 跟著又賺大錢 但是他們不會說後面那一句的 就是補就業補貼呢 就是補香港的就業的 那賺錢呢 其實就是在內地賺錢 現實是這樣 但是那些黃色媒體不會講的了 這些 那你香港政府最好預備一套東西去應對 如果不是 又是一個危機來的 嗯 其實這些補貼一向都是一個銀的兩面 應急的時候都是可以的 但是都會資深很多問題 剛才社長說的 那其實澳洲都是 開始在查這些企業 還有已經 無論是個人或者企業 都已經是退還了一億澳幣的 有些都 不過真的有些事後很明 其實你想回頭 如果當時是用一個免息貸款的方法呢? 來幫那些企業頂住呢 可能還會好過拿這些補貼 嗯 就是你賺錢就要偷回給政府 當是 就是 怎麼說呢 稅這樣 在稅那裡以後扣 在稅那裡扣出來 是 就好過一塊錢這樣扔出來 現在 當然當時我們都看不到這個問題 嗯 但是 就是現在 過了一段時間 你想回頭 其實當時這些這樣的扔錢出來的政策 嗯 可能都是 就是 做的時候都不是 沒有 也都很難心思熟慮 就是很坦白說 因為太危急了 很難說 太危急了 也都沒有心思熟慮 但是 你想回頭其實始終都是用一個 好像 就是 就是 學生借 Grant Loan的形式去做 反而會好些 就是 你一告訴別人 不用還免費錢 一定有很多人拿的 當你要還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想一想 就是真的有需要的人才會去借 嗯 就好像我們那些 就是 澳洲那些大學那些 澳洲讀大學不是不用錢 是以後在稅那裡扣 你過了某個收入 那他就在稅那裡扣你出來 其實都 都可操作的 但是 這樣說 其實 我們當時為什麼想不到 其實 我覺得我們都是比較 相信人性是 善良 老實說 我們社會主義者 都是相信 人性是比較善良 能夠頂得住 就不拿了 很多人 就是我們的看法就是 結果現在 實際的操作 就不是這樣 就是實際 人有太多人 實際是太壞了 那我想 香港應該比紐西蘭 或者歐洲 香港的企業 就是拿多了可能 是啊 其實 老實說 就是香港的 你說經濟差了 是 但是我看到 好像香港的經濟活動 到今時今日為止 都是比我們這裏好很多 都是多一些 事實上也是 你比起澳紐的地方 都還是較為有活力很多 是 人多些 始終都是雙方 那好吧 我們這節就講到這為止 好 好 就是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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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